你好 老胡经常会不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收到一个社区准则警示 请问这是个什么东西 它严重不严重 我应该怎么办 好 今天老胡就把油管的官方文档 给大家找出来 一次性把关于警示相关的所有概念 给大家讲清楚 首先会收到社区准则警示 是因为你违反了一个叫做社区准则的 一个东西 社区准则是什么 是规范油管所有用户行为的一个规则 如果你违反了它 那么它就要给你警告 好 我通常把这个警示把它叫做黄牌 那你讲黄牌严重不严重 当然严重 因为黄牌有可能得多了 会变成红牌 会被罚下 罚下在油管这个系统里头 就是什么 关你的账号 把你的频道封掉 这个当然就厉害了 在讲这个社区准则警示之前 首先要帮大家 油管上面有两种警示 一个叫做社区警示 另外一个叫做版权警示 你侵犯别人的版权 使用了未经授权 使用别人的版权的材料 内容 就会得到版权警示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今天只讲社区警示 在去年 他介绍了一个警告 这样一个东西 也警告的话比这个警示更轻 就是虽然会记录 但是不做具体的处罚 他引入这样一个警告 是什么意思 他就发现很多人到油管 这个平台上面 对这个社区准则不了解 稀里糊涂就得到一张黄牌 那么很多人觉得很冤 油管在去年就讲 好 就这样子的话 我每个频道给你一次警告机会 就相当是我口头警告你 但是不给你黄牌 这就是警告这个意思 所以讲第一次违规的时候 警会收到警告 但不是警示 但是他又讲了 一次严重滥用 就会造成频道 在没有收到警告的情况下 遭到宗旨 你不要认为 所有的频道都会被警告 不是 如果你严重的违反社区准则 比如说很明显的一些东西 你都不应该做的 就常理性的东西 宣扬仇恨 宣扬种族主义者 反正我们在日常的社会社区里头 你不应该干的事情 你也不应该在这个平台上来做 这种东西 他就根本就不给你警告 直接就把你频道给你干掉 这个警告是 你搞不清楚这个东西是不是违规 那种模棱两可的 我们可能有些行为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是允许的 但这个平台上面 它是限制的 这种情况下 他给你警告 一个频道只有一次机会 从此之后 你再犯规 就是警示 就是黄牌了 第一次黄牌给你 它是有附加惩罚的 不是讲给你让牌子挂在那个地方 就算了 还有什么惩罚 我们看看 它首先在一周之内 限制你一些操作 这些操作 我们看一下 它限制是哪一类 它不允许你再上传 视频进行直播 或者发布短片故事 就是这个礼拜 你给我面皮试过去 你不允许创建自定义缩略图或社区帖子 你不允许创建或者修改播放列表 或者给播放列表添加这个协作者 如果你这个你看不懂 你继续你再用关键字去搜 有的播放列表可以 就是好多人向同一个播放列表提交视频 这个就是卸作者这样一个概念 你不可以使用保存按钮观看页面中 添加或删除播放列表 就是说你看别人一个很好的 这个播放列表 那么你想保存 对不起 没有不让你保存 也不让你删除 在手印当中展示预告片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功能是怎么回事 你看到这方你就知道 手印里头还可以展示预告片 那你就去搜 手印里头如何展示预告片 你就会知道是这样一个功能 让观看者从直播跳转到手印 或者是从手印跳转到直播 你看看所有这些东西 你看得好像12345678 这些条目 它就是限制你的权限 不让你在这上面乱发东西 大概就这个意思 你不可以创建 你不可以发帖子 你不可以上传视频 你不可以抵抗播放列表 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第一次得到警示 就是黄牌 正常情况下 在警告之后的第一次 从整个序列来讲 其实是你第二次犯规 但是因为第一次是给你的警告 这个第二次 他第一次给你一张黄牌 是这个意思 所以第二次的违规 变成第一张黄牌 限制你一周 不允许你干这个事情 注意黄牌是有兼周期的 过了90天就拉倒 就是不再累计了 好 第二次得到这张黄牌 第二次什么意思 就是你还在90天之内的 你第一张是 就是比如说60天以前 然后你今天又得了一张 这个就是第二张了 这个时候第二张黄牌以后 它的限制就是翻倍 两周不允许你干这些事情了 那就是因为你的状态变得更严重了 好 如果是前面第一张黄牌 和第二张黄牌 都没有超过90天 你又犯了第三次 对了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就是你是累叫不改 这个 那他就收拾你 你第三次90天之内 抽象黄社区违规的话 他就直接把你这个频道干掉了 所以就相当于足球比赛一样 你两张黄牌 第三次就直接给你换成红牌 发下 那么你收到警示以后 可以做什么呢 第一次主要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任何一个警示 你应该第一个反应 就是说我要申诉 就是说他会通过邮件通知你 在后台也通知你 会有个链接 会有个入口 告诉你到网页上面去提交 填一些这个资料 讲我是被冤枉的 所以我要提出申诉 正常情况下 就是说这个申诉被接受的 成功的可能不会很大 因为这种警示 绝大部分都是人工处理的 他要自己这个法院推翻法院的判决 当然有可能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千万不要等到 有两张黄牌 在90天之内 你就很危险了 第三次一来 就直接把你干掉了 你有第二张黄牌的时候 你应该非常小心 你要想办法 让他其中 比如说第一张黄牌 过期了以后 你才能够稍微放松一点 两张黄牌 在现在的90天之内 是个很危险的信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你频道里头的 所有的其他的视频 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举报了以后 然后给你一张黄牌 对吧 你不要认为你新发的视频 才会产生新的黄牌 不是这个概念 你得了一张 然后你三个月以前发的一个视频 又被人举报以后 又给你第二张黄牌 然后两张 你什么视频你都没发 你吓得 你不是两张黄牌以后 你两个礼拜 你不能发东西吗 对 你什么都没发 好 等个五天 又有人举报你 以前的 一年以前发的一个视频 有问题 也给你第三张黄牌 就是三镇出局 你就被干掉了 所以这种警示的情况 出现一次 你就要特别小心 第二张的时候 就极其危险 所以这个是社区的警示的严重之处 我们讲的另外一个东西叫做版权警示 它的严重伤害程度没有这个厉害 除非是你去搬别人的电视剧 搬别人的电影 这样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叫做性质比较恶劣 你不会认为电影是没有版权的 你不会认为人家电视剧是没有版权的 你可能想我读别人的小说有没有版权 我可能不清楚 那个东西的确很多人不清楚 但是你不会就简单到讲 我电影没有版权 所以你去把整个的电影搬上来 发布在这上面 那种情况就属于严重的版权问题 那也会导致你的账号被关掉 正常情况下 好多使用别人的音乐 或者未经授权 然后别人又不允许你使用的 这种情况下 会得到版权警示 但是那种情况往往都是会给你移除视频 绝大部分被关掉频道的 是社区警示被干掉 并且是大多数的被干掉频道的 并不会有三次的机会 绝大部分就是一次都没有得到 连警告都没有被干掉了 性质恶劣的这样的频道 有的是有一次 有的是两次 有的是三次 就是前面就是只有一次 然后后面第二次发现违规 直接给你干掉的 占绝大多数 很少的有人能斩满三次被干掉 在整个比例里头是占的很少的 好 所以你得到了这样一个警示以后 你第一件事情 你就应该去申诉 使马捐当这个活马医 大概就这个意思 你即便是明明知道 它是一个违规的东西 你最起码要把这个程序走完 你要想办法申诉一下子 更为积极 有效的方法是 你应该了解 为什么会得到这张黄牌 下次不犯 这是第一 第二 应该赶紧看看你的频道里头的 其他的视频 有没有这个问题 你要把这些视频进行处理 把它变成思想也好 或者下限也好 进行这些主动的规避的 这样的行为 然后慢慢的熬 熬到那个黄牌 让它过期了 然后你在这个时候 才能够真正的喘一口气 做原创的这样一个视频 继续发 保住一个频道 频道的安全性 是所有东西的基础 你没有这个频道了 你没有这个阵地了 你何谈赚钱 何谈发新的视频 好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 油管的社区准则的警示 所有的相关的知识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 再见